2019台北極見公開賽最後一天 無果男子軍刀全國積分排名第一選手周中裕 在男子軍刀金牌站與菲律賓選手不分宣治 互有領先 追蹤周中裕以14比15一分之差落敗 奪下銀牌 周中裕盼望將這次對戰經驗化成養分 全力爭取奧運外塔賽之格 很可惜啊 就是沒有辦法為台灣把金牌守下來 教練是提醒我說 就是狀態要打起來就是 不要感覺很放鬆 就是不管是在攻擊還是防守的強度都要把它提高 因為我們平常跟國外的選手對打的次數很少 然後所以這次他們有來 我們其實是很開心 那為學習到他們菲律賓其實慢慢的有在進步 那他們的團隊意識也都很好 技術也慢慢提升 所以我們也會向他們學習這些東西 極劍甜心承欣在今日台北極劍公開賽女子頓見四強戰 以12比15不敵菲律賓選手 最終收下銅牌 承欣表示雖然沒有如願奪金 但仍然在本屆台北極劍公開賽有所收穫 在團體賽我們之前去打亞洲盃的時候團體賽有遇到 但是像上次我們去U23然後他就是U23金牌 對但是我沒有對到他 像我覺得學習到比較多就是在我跟他對戰的過程中 那像一些我平常可能以前打的方式就是也是像他一樣用快的攻擊上去打 但他其實也是很好的防守 所以變成說其實我一個快攻沒有辦法打到他 變成說其實我是要設計說打完後再接防守的東西 那我覺得自己有做到這些 所以這是我今天有學習到的 台北極劍公開賽三天賽程全數落幕 男子軍刀與女子頓見金牌借由菲律賓選手拿下 菲律賓國家代表隊在本屆台北極劍公開賽表現不輸 我國順受也藉由這次機會提升自身技術和經驗 記者陳明璇 龔婉玲 台北報導